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885年中法战争后 法国将越南霸占成自己的殖民地 并竭力将云南化为法国的势利范 强迫清政府于1885年 将蒙字和口两线开放商部 并在蒙字设立了领事馆后 签至昆明银行和洋行 修建了从越南海防到昆明的第一条 国际铁路一颠队铁路 在蒙字设立我国第一个内陆海关 打通了通往内地的门户 随后英国 意大利 德国 日本 美国也先后在云南设立领事馆 由此云南外交日凡 1911年10月30日 时任云南陆军第十九镇 第三十七习协统领长的蔡厄 领导公民新军发动了重九起义 一举推翻辽清政府 在云南的封建专制统治 建立了云南民主革命政权 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 并被推举为首任云南军政府都督 在以蔡厄为首的军政府领导下 云南局势迅速稳定 经济复苏 百业巨星 正通人和社会安定 是为南北的省之馆 云南都督蔡厄 云南军政府成立后 蔡厄对于外交 由极慎重 及召备各国驻甸领事七条 对领事 外商 教室等生命财产军经竭力保护 各国驻甸领事皆无一言 但1911年12月3日 发生了猛自前清军第三营队官吏阵方 马的军事公寓和勾结猛自一身李书昌发动叛乱的猛自兵变 叛军先攻军械局 枪快枪二百余干 即攻倒数 江楚林邪略以空 右路商号 焚羊行 致使猛自一片混乱 蔡厄本训后 一面与法领交涉 为蒙乱指日可平 铁路一带当派兵沿途驻扎保护 绝无他与 法商所受损失 事后一成 一面殿赤林安开广各军严加防堵 并先由省派军队保护铁路 令南军军政府统领朱朝英星夜到猛自安府 右派云南军政府军政部从长罗佩金赴猛处置 同时电令陆军宪兵队进驻猛自弹压维持 十二月六日 罗佩金 朱朝英 先后抵达猛自 设计击毙李正邦 公寓和等照乱守回 并先后政法 其余判守二十余人 军民为之肃然 猛自兵变碎平 社会秩序迅速稳定 事后 云南军政府兑现承诺 对法商所受损失 给予了相当之赔偿 去点洋人见此来归 藤月英领税司君子免败 法领旅趁天省稳固 叫他省卫慎 对此 时任驻云南法国交涉 委员的维里德感到满意 1931年1月 法国公使维里德前排右五 与中法大学校董李领域前排右四等合影 以太阳为首的云南军政府 虽然对于驻天外国领事 外商 教师等生命才产安全竭力 保护 但对于法国在颠开设邮局 颠阅铁路加价 争夺的就猛自闭塞在铁路修筑权等问题上 却与维里德针锋相对 寸步不让 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国家权益 维里德与蔡厄虽然是谈判桌上的对手 但对蔡厄 一个刚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却十分佩服 因为他认为蔡厄有能力 有思想把云南智力的秩序井然 所以 得知蔡厄不幸事实的恶号之后 维里德在第一时间就代表法国政府 向蔡厄家属致以深切道也 并致含云南都军堂记遥约 请问蔡厄将军已于十一月八号 在日并故 此种恶号 在世界上毕生重大之反响 本委员时深感到 盖本委员对于蔡将军素及亲养 以及在短寿期内 于军事方面已具种种特长 于政治方面 亦具有公民之最高德性 即最热之爱国心 是成为世界之大政治家 而足表率无人者也 本委员于最困难时与之相识 即之为贵国革命伟人 而为欧洲自有先导之亚洲代表 两以中国人民之重 及其特性而论 在世界上应有相当位置 蔡将军之宏愿 急于使中国的此位置 并以共和制度施诸国民 使在经济方面极力发展 而兼得政治上之完全独立也 是凡蔡将军之友人 对于其前途 军报一级远大 其真实之希望 以身之起寄居一地 父父有稳慎持久之特制 十足以旅行且红愿也 是与中国与云南 及其最成都之同事 与富敌太同仇 说贵将军者 对于太将军之死 时甚可伤 然以其为国服务 居功尽瘁 为经历之所不能而致死 使与死于战地无益 苟能举其原因而妥记之 十足为一般后人之魔法 中国青年 自更可于蔡将军之生平寻师表 而某为与中国相称之人也 资仅以法国政府其本人名义 向贵将军表示 最诚恳是道臣 并请向蔡将军家 是带打死亦为感 专此 敬送勋安 维里德 1916年11月11日 在这之后不久 维里德离殿 先后赴汉口 上海等地任职 虽然离开了云南 但维里德对于蔡厄仍难以忘怀 1930年7月 维里德升任法国驻华工时 在底经上阵 会见司法院长王蠢会 立法院长胡汉民 外交部长王正廷 工商部长孔祥熙 铁道部长孙科等中国政要之时 维里德特别提到蔡厄 并充满感情地说 于常钦佩中国革命先烈之人格 于曾识蔡厄时 其志气高尚 令人生静 当其患病时 曾请法国医生诊治 医生主席静养 否则有生命之余 太事则为 予以献身国家 牺牲在所不惜 1933年 维里德佐与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中 又在天津和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